你天然的 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今天大师的开示 讲了一个 技术方法 我觉得太受用了 让我就是瞬间有 要开悟的感受 就是瞬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认知的突破 和非常强大的灵性的体验 大师讲的我们要从别人的眼中 去看自己 意思就是说呢 我的理解哈 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 镜面的反射 我们遇到的人世间的所有的人 都是我们自己内心一个维度的显化 就是我们自己 大师讲了 有两个 可以使用他的方法 第一个呢是 比如说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讲话 对话 然后呢他的能量 比如说他是我们的老板 那他呢就是同他的自我 他的安女 他的 没心轮 这个能量出来跟我们讲话的 意思就是说呢 他需要尊重 他的自我呢需要被我们提升 被我们拥护 也就是说我们要顺着他的走 就如果我觉得这个人是有一个模式的 我就恨不得他马上醒过来 就是非常的直接 但是呢大师的方法完全相反 就是顺着这个人走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没想过的 然后也不懂的 但是今天终于明白了 原来呢 这个人就是我 如果我能够面对自己的这一面呢 反倒是用和谐他的能量去治疗他 去圆满他 那我这一面也会被圆满 因为我们的不圆满是因为不受关注 这个不圆满一直在 也就是没有治疗他能量来 如果我一直都是否定这个 想要 别人拥抱他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我一直都不去理会这个人的恐惧的 这个内心呢 我的这一部分也没有办法得到治疗 就只是去揭示出来是没有用的 对方是不会买账的 反倒是呢给他他需要的东西 我们自己的内心才会有一个满足感 就是我们自己这一部分对应的这个能量呢 也会得到治愈 这个是我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启发 然后呢 我就知道今后再遇到同样类型模式的人 虽然你能知道他是什么模式 但是你也知道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对待了 而不是 就是直接的跟他讲你的这个不圆满 这样反倒好像是帮不到他这样 然后呢 第二个使用方法呢 这个 别人是我们镜面反射的使用方法 大师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 甚至通过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 就是坐在镜子里呢 看自己 大师说你就是在对着镜子坐着 然后你看镜子中的这个自己 你看着看着 回到镜子当中 仿佛自己在镜子里在看你的身体 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和自己圆满的一个 一个练习 同样呢 他也可以用在 比如说读书上 世界万物 比如说你有一本书你要读 然后呢 你把它放在你的面前 你看这本书 然后你看着看着 仿佛你进到书里来看你自己 这个时候呢 这个练习 花一点时间做完之后呢 你会缩短 缩短这个90%的时间 你可能只用十分之一的速度就会 这个时间就会 看完这本书 大师说他一直都是这样来读书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下去试一下 先呢 和这个书合一 然后再去阅读 你就会迅速的提升自己阅读的速度 其实这个方式呢 可以用在所有的人和事物上 包括人也一样 如果你想要和这个人呢 有一个情感的圆满的修复 你呢 就仿佛是他 从他的身体看到你的身体 这个时候呢 大师说 你就停在这个状态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呢 你们俩之间的不圆满被修复了 并且你会体验 有一股新的能量 在你的体内产生 这个是我 听完大师开始之后 自己试验的一个练习 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是我体验的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圆满的 非常强效的一个 一个技术 首先呢 我看到我自己在我的身体以外 在看自己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 我非常深的自我痛恨的模式 原来我无法面对自己 原来我 我看待我自己是 连看都不想看的这个状态 我真的无法面对自己 就是我在看自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 原来我是这样对待自己的 所以我显化这样的现实 显化在人际关系中 世界也是这样对待我的 然后呢 我又找了几个这样身边的人呢 我就站在他的身体里看我自己 我真的能真真真切切的知道 这个人到底在心中是怎么看待我的 而且很神奇的是 每个人看待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心中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一个人就是我看的时间最久 然后呢也是最强烈的感受的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深的恐惧的模式 正好是跟我的这个严肃 直接这个他对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是有这个特点 所以他就是很怕我发自内心的 因为从他声音我能听到 他认为我很严厉 就对待他也不留情这样的 然后就有什么问题直接指出来 然后我就一直站在他的身体里 在跟自己跟这个马卡拉萨 现在这个身体圆满 然后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 从这个丹田伦出来 就是这个恐惧感的中心 然后我就知道 其实是我自己有很深的恐惧感 他才会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这样 他对我的这个恐惧呢 也是我自己和自己的分裂造成的 就是我自己和自己的不圆满造成的 所以在这个修复的过程中 生理有很大的反应 就昆达利尼就醒来 而且非常非常大的一股能量 一直在不停的灌入这个身体 然后也能感觉到和他之间 慢慢就圆满了 就之间这个害怕就没了 然后就能看到 他对我的感觉就是 能接受的就是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想 他说的其实是对的 也没有想要害我这样 也没有想要怎样 他就是真的是要帮我这样 应该要感激他 居然声音变成这样了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人 是不是现实中会这样对我 但是我知道是这样 就是你修复了 所以太强大了 我希望下面大家都来试一下 这个灵修的练习 你要跟自己圆满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别人 只有你自己 你自己和自己圆满 这个世界就和你圆满了 这也是你圆满的状态 无非是这样 别人都是我们的镜子这样 所以太强大了 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会用 这个很强大的圆满的手段 去圆满自己的内心这样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然后希望大家都有所受益 如果你因为这个方式和书源满 读书的速度加快非常多 你也要在下面留言 或者你有其他任何神奇的体验 和花花草草合一了 或者怎样 其实我在做完这两个 自己和自己和他和我的这个练习之后 我突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 就是原来我是活在所有的人的心中的 我就是其他所有的人 这个世界是我的一个分化 是我一个无数层次的一个分化 我瞬间就是觉得自己 无处不在 这个世界就是我 就是开悟的感受 好强大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点灯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